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 六都抢三都 台湾政治版图一系 绿地变蓝天 此时却有另一种见解 国民党其实输得一塌糊涂 什么国民党赢了 国民党输得更惨 比民进党还惨 因为国民党的赢 要百分之百受国民党控制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拿白宫当背景 开直播爆猛料 跟选前美国国会 和我国国安单位认证的 红色网军渗透台湾 相呼应 台湾民主政治这盘棋 在他眼里怕是玩完了 台湾选举完了 怎么样 绿党国民党你都赢不了 谁赢了共产党赢了 再选还是共产党赢 选前郭文贵还肯定 台湾是对抗红色势力的诺亚方舟 如今却感慨万千 未来只会加快 爬奋中共的脚步 王岐山赞成2969票 今年三月 中国新领导班底宣誓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难道差点被做掉 可能是问我说马云是共产党员 你知道我说我拜托了 马云在2015年就有个人谈话 给他国家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 从中国官员轻声被消失 台湾九合一选举 到中国国家领导人选都有料可报 郭文贵这名海外生喉咙 在跟川普前测试 班农联手之后 中国不堪内幕 想必可以说上 一千零一页 三立新闻张星恒报道